阿炳呼籲 各位禮安迷戴熱靜二個月的街坊 明天全家跳投四號 我們要投一位熟悉我們的深水埔區 熟悉我們社區的一位候選人 氣氛是差的 還有很靜的 我猜總體的宣傳是不夠 當然如果你宣傳越少 市民知道的數目的越少 當然對一些他自己的網絡支持者的數目 以至到一個所謂在區裏面做得越久 我猜可能性是支持的人就會越出來投票 當然意思是對這些人就會比較有好處 我其實其中一個是 因為在區裏面做了三四十年 大家和我有些就算不是正式認識 不是正式一個好像建制派那些那麼大的 蛇派兩種的網絡 基本都知道我這個人以前做過的事情 甚至和差不多每一條村 每一個區都有我的足跡 最重要是我要他們知道 馮檢基今次參選了 請大家出來 我去過不同的區 不論是深水埔 甚至去到深水埔意外的區 比如昨天去荷文田 去過黃埔 那個反應都是很好的 就是反應很好的意思 就是兩種 一個就是接收單張的比例 比如你兩個小時以前派出五百張 現在兩個小時派出八百張到一千張 就是那些人願意接收 你到今時今還願意接收 第二個就是他們那個眼神 就是大家面對面這樣碰面的時候 他怎麼看你呢 會不會笑容呢 會不會點頭呢 甚至會走過來拍你肩膊 叫你撐著努力 不放棄 就是這些都是一些很窩心的言詞 就是你覺得這個區的街坊 都是對馮檢基是有一種的支持度 其實港澳的民調出來的結果 是我自己覺得是對我有利的 第一就是無論是陳凱欣或者是李卓人 他們在姚松賢和鄭詠遜那堆十萬票裡面 是不見了35%的票的大概 就是說他們的票是走了的 走了就不要以為是給了馮檢基 30%裡面大概是10%左右 就是去了馮檢基那裡 兩個都有10%在我那裡 所以第一這個證明馮檢基沒有戒票 因為如果我不出選 那10%都回到他們那裡 其實那個比例上面是沒有變化 其次呢 就是也都證明了馮檢基原來得的票 八成是自己的 因為扣除10%來自 鄭敬上10%來自姚松賢 那我們有八成的票 不是來自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 所以有八成是我自己的票 所以這個第一證明是沒有戒票 第二個更加重要的證明就是說 原來這個民調裡面是有五成人 是不承認自己是建制派 也不承認自己是非建制派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調告訴馮檢基 我不是建制派也不是非建制派 是更加海闊天空 更加容易拿到現在還在賺第三個人 那些選民的票